接下來 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 盡在運通 過去不可追 未來才是希望 把握現在 天天賺大學 我是許文雄 今天台北股市今天開高 我今天開高 滿強勁的 一路是開始慢慢的 一直往下滑下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有開高 最高有到72點 就開始有開始拉回 到了10點57分這裡 又開始有稍微拉升一波 這裡有像我們鴻海 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他宣布退出國民黨 鴻海剛才也有 的確也有拉一波 是鴻海 其他的鴻海一些 鴻海一些子公司 也看了一下也沒有什麼動靜 只有像鄭威 他的 他弟弟鄭威 國台強這股票還有拉一波 其他的也都還好 沒有什麼樣的動靜 昨天美股來說的話 美股就昨天就比較戲劇 昨天美股是幾乎開在平盤 一路就直接拉 拉升速度非常快 我們來看一下 像道瓊昨天是上漲了 上漲227點 費半是上漲1.4% 其實今天早上的電子盤 一開盤也是持續的再往上走 其實道瓊已經又來到 已經快要來到創歷史新高的位置 他們歷史新高的位置在27300多點的地方 昨天又已經來到27137點了 已經又來到接近他們創新高了 我們來看一下像費半 費半也是一樣 昨天是還有他們是開低 幾乎開在平盤 開平然後走高 昨天上漲1.4% 費半也將近來到創歷史新高了 只差幾點而已 他們收1606 只差19點 大概1.1% 1.3 大概不到1.5% 1.3%左右就創歷史新高了 我媽這算起來是非常強勁 因為昨天是有入股 不是入股 中國有排除一些赦免清單 這是美國的一些貨品 其實這也 中國也是自己先提出一些 先提出一些善意 美方川普又 這是川普的推特的推文 他是說就是要把 川普就同意說把2500億的這個 到中國的商品 訴訪美國就有2500億美元的商品 從10月1號 本來是10月1號要課稅 25%到35% 25%要調到35%的這一個關稅 現在要延到10月15號 其實延兩個禮拜 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但是川普也講得很直白 他就說上面寫推特上文 就直接寫說他們因為 中國有10月1號 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作為好友的姿態 把將這個10月1號推遲到 10月15號 其實這也沒什麼樣的利多 美股漲 以我們 美股來說的話 他們可能有一些利多會漲 但是以到推到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我們台股我們就比較算起來 應該算比較理性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對我們來 以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沒有太大的幫助 沒有什麼樣的 感到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所以我們今天台股 還是走我們自己的路 我昨天預估是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今天是會小漲小碟 小漲小碟 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但是昨天美股來說是 是滿大幅度的 滿大幅度的上漲 因為接下來 像現在美股的電子盤 現在又 小道瓊是上漲144點 144點 差不多0.5% 想納斯達克來說的話 現在上漲57點 他現在漲幅有0.7% 這個漲幅算是還滿大的 其實昨天道瓊 漲得比較多的地方 就是在他們的蘋果 蘋果昨天上漲3% 因為大家看好說他們的 蘋果的這個 不是產品的問題 不是產品 是它的售價 現在很多 很多研究單位那邊來說 他們覺得說 蘋果來說都他們願意降價 他們這個價格來說的話 可能會有吸引到一些 可以想要換 然後太換手機 這是他們的 這是這樣的理由 所以說昨天蘋果股價 上漲了3.1% 這也滿 還沒有看到數據 還沒有看到一些賣出的數據 就開始已經有在先調整了 昨天蘋果漲3%來說的話 當然是對道瓊來說的話 有很大的幫助 還有道瓊當然就是 中美比較和緩的話 如果有比較和緩 當然波音可能就會比較 也會可能會收到 會借到中國的一些訂單 所以波音昨天也大漲 昨天波音也大漲 在中秋節前 看這個盤面上來說的話 整個追價 這個賬來看 我們用這樣子來看這個量能來看 追價買盤的力道強嗎 這追價買盤力道強嗎 這追價買盤力道強嗎 不強 這個追價買盤力道一看也知道不強 如果追價買盤力道強的話是 每一根都是盤間 都往上一直推升上去的 但這個盤勢來說看起來是 還是會 大概今天收盤還是小漲 小漲小跌 不會有 看來是不會有大漲 因為我的看法 這個昨天的他們中國和美國的 這個他們的一些動作 這一些來說的話 可能短期間 這是短期間 短期間可能會受到一些 一些可能比較友善 這可能也對他們下個月 10月份的一些中美貿易的 商品的談判來說的話 可能也有一些幫助 有一些幫助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因為現在來說 這很難講 川普會怎麼做你都不知道 我們還是按照我們的紀律 按照我們的紀律來操作 這才是我們的 這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這廢辦來說的話 這我預估是會盤整 拉不上去會掉下來 但是這又是一些利多 又川普又是有放利多 然後把他推上去 又推上去一點點 我們可以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道瓊 幾乎開了平盤 一路的往上推升 收最高 昨天收在27137 27137點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歷史的高點是27398 幾乎差差不多 大概是只有兩百 兩百六十點左右而已 兩百六十點 其實兩百六十點對美股來說 對這美股道瓊來說是 是一點點 可以一點點大概 兩百六十點只有一趴 不到一趴 還不到一趴 現在的美股的 道瓊的電子盤還是有持續的 還是在上漲 還是滿強勁的在盤間 我們還是要再看一下 因為美股道瓊來說 他創新高還是會有 還是帶動 當然還是會帶動到我們台股 我們明天是中秋節 先在這邊跟大家說中秋節快樂 當然你股票要漲 你當然才會快樂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如果跌的話 當然當然也只有小確幸 如果股票再漲的話 可能就會加大你的那種愉快 中秋節的愉快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台股今天 再怎麼說來說 再怎麼說我們台股 今天還是會有上漲 這是我的看法 還是會上漲 現在的量能 今天預估有一千兩百億 今天來說 還是有滿多家在跌的 今天還是滿多家 不是普通同慶 沒有 今天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種的新聞 只有從川普同意 從10月1號到15號 這只有兩個禮拜 這沒有什麼 坦白說 沒有什麼作用 這個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因為其實美國人來說的話 他們都直來直往 他們以他們的個性來說的話 他們的確是直來直往 他們可以這樣直接來這樣直接寫 他們直接寫 他們都說建立10月1號中央人民共和國 成立70週年 作為友好姿態 他同意將2500億 輸往美國的 中國輸往美國的條關稅 推遲到10月15號 這是川普的推文所寫的 這是川普的推文所寫的 他們真的是直來直往 真的 這也是 的確也是如此的 這是他們個性 他們美國人的個性 我們操作上 像我們起貨上一波 我們是有這個 我們是有做到207點 這9月3號到9月6號這一波 然後這9月9號這一葉盤 這個10795 這我們已經把它給平常掉了 這我們已經把它平掉了 因為我看這盤勢來說是 還是會在持續的在盤整 但我們台股來說的話是盤整 我們台股盤整來說 我為什麼會這樣子來 我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看法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 我的看法是他是會來 我的看法他會來回 他會來補這個缺口258 但這不是必然 當然補的話是最好 不補的話 代表說他這整個 這整個這一段期間來說的話 也是一個他可能 人家價位來說的話 大家都認同了 大家都認同現在的價位 這台積電 以現在來說的話 台積電已經盤整幾天 1 2 3 4 5 5天 已經盤整了5天 幾乎也都是我們可以來看 都是收黑K 黑K 黑K 今天剛才12點之前的話 看法是黑K 台積電連續5天收黑K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台紙 電子我們的台紙棋 這是60分鐘K線 每一天這5天來 我們台積怎麼表現呢 一樣都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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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高今天又走低 所以為什麼 看著台積電 就大概可以看到台紙棋 台紙棋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說在之前在9月9號這個夜盤 我們為什麼去做這個 先做個空談 但是這個以現在來說的話 美股來說 近期是有持續一直在推升 就像他們的廢伴 他們廢伴還有持續在推升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給平掉 在9月9號的時候 我們做了空單 我們就先把它給平上 這筆空單我們是小獲利 在9月11號 昨天就把它給平上掉 35點 這算不多 因為之前我的看法是 我預估來說的話 看法是他會來到10657 這個缺口10657 但是他整個盤勢來說的話 當然是有改變 我們還是按照我們的紀律 我們他有一個移動 停歷 我們也是先把它給獲利了結掉 因為還是要把客戶的錢 先把它賺的錢 先把它給獲利了結 放口袋 這還是真的 你如果沒有獲利了結的話 現在來說的話10795 那還是賠 當然我們不會做到這麼樣的 那麼笨 明明知道他會往上 已經開始在盤勁 而且加上中秋節 這中秋節是我們中國的三大節 三大節日之一 當然政府會不要說互盤 穩盤 這很合理 大家也能夠接受 穩盤 當然穩盤是要讓你收個 往上推升一下 讓大家都會好過節 這也是我的看法 這是我們之前我們手操作的 這就是在10570 在9月3號做多 10570 9月4號我告訴你 還是持續到往上推升 往上推升 月季線還是往上推升 你短期間他還是會持續往上走 這是我在這邊節目 直接跟你說的 到了9月6號 這是9月3號的位置 到9月6號10777 我在節目上也叫你 空單 抱歉 多單 要趕快先平下來 因為207點的先入口袋 1.200塊 207點是4萬 一口4萬1千4百塊 10口是40萬 先入口袋 你光看我的節目 你就賺了 可以賺207點 這個我在公開 在這邊來跟大家來說的 這完全都 這一筆單我是公開的 是公開操作的 公開操作 希望你也希望你也能夠賺到錢 希望你也能夠賺到錢 那我也 操作上來說的話 你如果需要的話 這個中秋佳節 老師在這中秋團圓之際 給大家一個大禮 55% off 55% off 股票起貨 都可以 我們現在先 在廣告後有個電話 那也還有一次 還是在我們的LINE生活圈 來這邊留言 來諮詢都可以 那下個階段我們再來看一下 哪些股票 還可以繼續往上走 哪些趕快 趕快活力了結 入口袋 我們進一段廣告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卜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車怎麼開的 你怎麼會看呢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法寶 1.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2. 撥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3. 標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4.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5.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聲 放波話疑等 絕對 歡迎回到現場 股票近期其實大部分來說多多 都是一天漲一天跌 除了說像PCB 那是一天漲一天休息一下 再創性高 持續的再創性高 PCB PCB 像這個CCL PCB就是銅箔機板的這一方面 現在 因為現在5G 現在熱鬧不行 現在熱鬧不行 我們可以看一下像聯帽 還有6274的台藥 那你這些股票 你手中沒有的 可能你不用再追了 因為這些股票已經持續的在創 已經在創性高 他們本益比也現在來算是滿高的 超過20倍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些PCB 當然還有一些像銅箔機板的上游 銅箔機板的上游 在8358這檔股票 今天是收平盤金居 這檔股票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可以留意一下金居 這檔股票 現在我們也是還沒有 還沒有進場 我們也在稍微再等待 等到他如果在低一點的價位的話 我們就要把他給剪 來剪 當然低一點的話 他有拉回 然後再出量 我們就準備要出手 這是禁區 這是禁區 像6213這個聯帽 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漲到 已經是漲到天去了 連到上面去了 然後我們再看6274也是一樣 還要 這都已經漲到天上去了 這些股票 你如果手中沒有了 也不要再追了 上面再追的話 可能你就風險 你要考量你自己的風險 能夠承受多少的那種上下的震盪 你如果沒辦法的話 還是你還是先看就好了 不要來碰了 那有些股票的話 你可以來做一些參考 像我所說的 像8358 金居 還有3017 齊鴻 這都已經有修正 已經三角 三角已經收斂 那準備出量來說的話 他就會往上出量 往上拱 因為這一波來說的話 因為他們的董娘 董娘賣股票賣了1000多張 讓市場就很擔心 其實張數也不多 其實張數不多 那這是一個讓人家感到很不心 心不安 這個我也知道 那齊鴻可以多留意 可以多留意 這齊鴻 還有像4739 康普 可以看法人在做什麼 法人在做什麼 最近你有聽到人家講康普嗎 電動車的康普嗎 電動車 他的電池康普 你有 最近有聽到嗎 沒有 你都沒有聽到 你都沒有聽到 那他股價 他的股價是這樣子一直往上走 已經今天已經來到最高84.2 再創高 從低檔67.8到84.2 等到你看到新聞 到大家告訴你說 他的好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股價再往上噴一波 從67.8到84.2 這樣漲幾% 17塊 17塊 幾乎漲幅大概快要三成了 快要三成 這樣子 這樣子漲幅已經算2成5好了 2成5 2成5 再漲一根漲停 再漲上去 再漲到 再從這價位再漲個10% 等於說這裡67塊的幾% 15% 再往上推升就已經到了 就已經在40%了 所以現在他如果再往上走 還沒有新聞在報 也沒有人在講 這些股票都是這樣悄悄在走 這是我們的會員在操作的股票 我們就這樣在操作 這是康埔 這張股票在9月2號送給投資朋友 有來索取的 我說他已經突破下降 我設定下降反壓線 已經突破了 一年多來的 那這張股票就是什麼 康埔 9月2號送給你的 康埔 操作上來說的話 我們像我們在買股票 我們 這是因為這送給投資朋友 因為他也上漲上來了 也上漲上來了 你要不要再追 還有沒有機會 你可以到賴生活圈 或是來電諮詢都可以 這是康埔 當然這如果有好消息的話 我們就可能會先把它處料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避開哪些公司 哪些公司 像之前有跟大家所說的 像2327 2327這個國劇 我說這個在 在9月2號 一樣9月2號 告訴大家說在這裡 不要再追了 給別人賺 毛利率如果再往下降的話 國劇可能會虧損 毛利率再降的話就虧損了 所以他現在 所以我請你說你不要買 你可以買其他股票 可以買什麼 我也在這裡也是送給你 9月2號我也送給你 有來鎖取的我都送給你 康埔 康埔是漲 國劇236到今天 今天剩多少 今天231還賠錢 也在盛盪也沒有用 還有像2454連發客 我也是跟你說 這不要再追了 這個不用再追了 因為已經你要追的地方是在 在220 在這個突破季線220的時候 220的價位 不是現在 所以操作上你要自己要了解 像我們這邊手邊的 像波羅威廣明環球晶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的話 幾乎我都大概天天 我不會換來換去 除非我把那檔股票賣掉 我也會在節目上告訴你 中秋佳節 給大家 老師在中秋團圓之際 給大家一個大禮 55% 希望在這個中秋節 你也可能過個好中秋 那也可以過個愉快一點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 接下來的話 中秋務局過後 我們要帶你大賺 換一波 那我們會祝你中秋節愉快 我們下週見 對付投資風險 五點開始 正清鎖定運通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福布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清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028773-8859 明天台風來好想放假喔 年輕人跟著亂花客們 這次換了好強的颱風喔 渡兄 渡兄 天天 颱風來除水備涼 我已備好防台用品 若遇保命 過去海邊關橋幾乎滲滲水 我像區元 就經濟多張 你不去去內配 還要確保高舉排罐燥湯 避免預算淹水 還要趕緊收拾花盆 固定門窗招牌 李兄 你防台準備得差不多了吧 是啊 這下畫的颱風再大 咱們也不怕啦 防台作業準備好 也離咱們免煩惱 哈哈哈哈 寶貝 你要不要